說衛福部一直在做宣傳 甚至叫大外宣 沒有跟人民溝通 每天兩點在開記者會 是開什麼是漫畫的嗎 來 靳醫師怎麼看 所以我們就說 馬裝稅的人叫不行嘛 你真的有想要溝通 真的想要理解 我相信以過去 這整整一年多到現在 談防疫的事情 我們衛福部應該是 全世界資訊最清楚 最透明的一個國家了 我一直強調說 甚至已經到了 連院長都部長出來 打疫苗給你看 我真的覺得 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 是政治動作 這已經不是什麼科學行為了 如果你科學行為 說一個國家的院長 部長打疫苗給全臺灣的人看 打完之後 這次疫苗就會變超有效 那你就請習近平 去打科興疫苗給大家看 那次疫苗就會全世界暢銷 所以這種事情已經是 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看到說 事實上衛福部這一年以來 他其實每天的記者會 甚至記不記得 布陶的事情的時候 他緊急下午還開記者會 我記得有一天是晚上 十點開記者會 大家很緊張說 今天晚上開記者會是有什麼 重大事情要公布 全部的人都會緊盯著衛福部 他今天要釋出什麼消息 他也不是講完就走 他講完還讓記者問好 問到飽 問到什麼 問到大家都已經覺得 你這個已經不是問題 這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有時候看這個直播 下面在問問題 那個記者在問問題的時候 很多民眾會說 這一題上次答過了 這題答八次了 你不要再亂問了 你讓人家去睡覺 我覺得看到臺灣的防疫 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做內宣嗎 這叫做宣傳嗎 這叫這樣子還不叫溝通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是溝通 那其實吳世懷 委員他講的幾個東西 就是一樣 你們要求衛福部公開 採購底價給你們看 他因為國際的條件沒有到 再來加上 我們到現在疫苗 還沒進到臺灣 手頭上還沒拿到東西 不能公開給你們看 你們就叫 你們就說這個叫做不公開 叫做不透明 叫我沒有跟你們溝通 其實我相信民眾比這些委員更清楚 衛福部為什麼現在不能公布出 我們採購這些合約 給這些我們講的民意代表看 因為很清楚的知道說 疫苗還沒到手 這個可能會導致破局 導致我們接下來國內 連其他家的疫苗都拿不到 甚至AZ接下來那幾支 會不會進 接下來能不能進來 都很擔心 民眾都覺得可以等 民眾都覺得可以理解 衛福部現在這樣 甚至很多民眾 他們自己都都是他的工作 就是要去進行採購的 就是要去跟人家進行 國際談判的 都清楚知道 這個採購過程中 相關的合約是怎麼一回事 那國民黨你們的意思就是 我要看的 你不給我看 就叫做不溝通 這個就是裝稅的人叫不行 而且我們在談說 這個所謂的疫苗的溝通 過程裡面 大家都曉得 我們還在講 為什麼去年十二月 有一些人出來 得意洋洋 講說你們拿不到 我們本來BNT都快要到了 本來都已經要簽約了 後來沒有拿到 很多國衛福部出來不斷地澄清的 你只差沒有 叫人家把所有會議紀錄拿出來給你看 但是我說一句實在話 這些會議紀錄 你的公開會不會傷害到廠商 會不會傷害到原來 我們國內廠商 是在講 我這樣說 其實我們我不會 我沒有必要幫任何一家疫苗打包票 因為每一家疫苗都有好有壞 問題是國民黨 你口口聲聲在去年一直亂說 你為什麼不考慮中國製的疫苗 為什麼不考慮中國製的疫苗 中國製疫苗可以進來啊 這個楊智良前署長講說 你用之前兩岸協議就可以進來啊 我這樣講 你光講這個話就沒立場 你如果說 你們從頭到尾就是說 中國製的疫苗缺乏科學根據 我們即使是國民黨 我們也反對 然後你用這個邏輯 你來看其他家的疫苗 我覺得我認同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你從去年開始 不斷地要求衛福部去購買 採購考慮接受 不要排斥一個 缺乏科學根據的東西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 你們都沒有溝通啦 你們都沒有根據啦 你們都在騙民眾 你們自己根本就兩面手法 根本你們自己觀念邏輯都不通啊 這個吳思淮 竟然會說我們的衛福部 是只搞大內宣 那真的啊 每個禮拜 每天這個記者會 兩點的記者會 衛福部這麼多人防疫五月天 坐在那裡已經開了一年的會 這個公開資訊 已經達到世界級的標準 大家都在學習 那我就不曉得到下面的網友 都已經在抗議說 這個問題已經問過了 前面問過了 上個禮拜問過了 拜託你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大家如果可以去看 我們防疫五月天開的記者會的直播 那下面的網友留言 真的是這是社會最好的公平 很可惜的是說 我們立法委員 在這個國會殿堂上的質詢 沒有網友在下面監督啊 不然的話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每一次在質詢的主題 真的是重複又重複 那個部長如果回答完了 前面A了以後 B就又上來 又再重複問一次 明明剛剛跟你說 前面委員這個已經不是真的了 這個是錯誤的消息 部長有時候錯誤的消息 委員需要再查證一下 很客氣告訴他 下一個上來 又是講一樣的事情 永遠都一樣 而且我現在還發現到了現在他們已經不管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怕被人家告那就開始打擦邊球 什麼叫擦邊球呢 我們如果回到剛剛那個政政前這邊來看的話 政委員我也是覺得在立法院也是我們同事啦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他能夠說話算話敢做敢當的話其實會比較好 你看這是他上一次就是小君姐剛剛那個螢幕上面這一張 他質詢完我們不會作假他說打第一針不公開嗎 對 然後你看這個圖片就是很多的問號 非常多的問號就是這種圖案你一看 就是在看蘇貞昌打完這個第一針的時候為什麼不公開 然後旁邊配的是愚民還是白痴 然後下面的文章裡面說連打疫苗都不公開 這又是什麼道理 黑幕重重越解釋疑點越多 還說我們不會作假是哪門子的鬼邏輯 他說接種疫苗過程居然是關起來打一反常態 民眾當然覺得詭異啊 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 所以嘛他寫這篇文章是什麼意思 在打完院長帶頭打完第一針 部長帶頭打完第一針 甚至是各大醫院院長都捲起袖子 連侯友宜侯市長他沒有辦法 他不在第一群嘛 所以他還要特別去亞東醫院看人家打針 表示我也站在第一時間 全部的院長都率先打這個風氣的時候 結果你PO這一篇喔 你PO這一篇是在質疑喔 我就必須說啦 其實剛剛政委員在質詢院長說 院長你這個打了第一針 為什麼全國民心沒有這個馬上提振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就是 我們沒有想到國民黨這麼low 連這種打假針這種東西都可以follow 都可以做得出來 真的是千算萬算沒有想到啊 好 那現在昨天他來質詢院長 他上台以後問了這個問題 不是說 院長為什麼你這個帶頭打 民眾還沒有信心 院長是說什麼 院長是很誠懇的問他說 委員你身為在野黨的委員 你要質疑我質詢我我都接受 但是這麼多的醫護人員在幫我施打 你這是等於也質詢了醫護人員 質疑了醫護人員 你要不要對辛苦的醫護人員道歉 結果鄭正前發了這篇很多問號的鄭正前 他說我沒有說你打假針啊 我哪一句話說你打假針 對啦 這上面沒有寫 蘇貞昌打假針三個字啦 對啦 對啦 插邊球啦 大家都知道你在質疑什麼 但是你上面真的沒有寫打假針啦 對啦 對啦 你就是這樣啦